其實暴力是否真的想變成女人的決心 考驗她有沒有這個決心 就誠如暴力的母親所說 你從來都沒有決心去做一件事 暴力就是一個越被質疑 但也會越去肯定自己選擇的路是沒有錯的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對白 就是她媽媽說你很多東西都是三分鐘熱度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她說你怎麼知道你做完這個手術之後不會後悔 她的答案就是因為我知道 其實很直接也是很現實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東西我知道就是知道 我不需要解釋的 我知道自己怎麼想 嗯嗯嗯嗯這個是一個都幾女性派的自覺 其實這個是一個 還有在我印象中看的公路電影都比較少出現一些 就是這麼頻繁出現一些吸毒和藍技等等 一些社會黑暗的東西在一面 這個我又不是特別認同的可能 你如果有看過雲溫達斯的那些 其實它有幾套都有不少這些社會低下層的 就是最出名的 黑暗面 黑暗面 我真的有感覺 德州巴黎也有很多這些城市黑暗面 嗯嗯嗯嗯 但是呢 就是這些 那當然啦 大家都可以 考慮這些都是一些 阿布莉在路途上高遇到的 考驗 當然還有還有Toby 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都不知道 眼前這個女人 即快是女人的人 就是自己的親生爸爸 嗯嗯嗯 但是在這些考驗裡面 大家都可能 都或者會看到 阿布莉和Toby的關係 是有一份溫情在裡面 嗯嗯嗯 而且是 都幾堅不可吹下 其實這一份的感情是 嗯嗯 就算 就算 即是 他爸爸 將會變成女人的 這些事是 嗯 叫做有為一個普世的倫理觀念 都是 那 但是呢 都沒有人可以否認到 這件事就是 親情是一件 最為至上的一件事來的 嗯嗯 最後我想補充 多一點點東西 第一 就是 撇除這個電影熊 不要看這件事 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 有些研究指 就說這個 這個基因 這些遺傳上 是可以 令上一代和下一代 都會有同一個類似的癖好 這個角色設定上 那 那 Toby呢 他是 從一個 賣淫 作一個藍妓賣淫 去被捕 這個可能 都是跟 暴力他本身自己的一些 因為他自己都有性別 因為暴力有性別到 所以 會不會是因為 所以 有基因遺傳 令到他自己都有一種性別 定向 有些少少不清晰的 效果 東西出現 所以令到他這樣 這個是一個 都幾不易的前文 本來 另外 有一個 可能會 影響到少少觀感的 但是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有人講過 有些研究講過 就說 你有相似基因的人 越相似基因的人 你如果是很久沒見過 但是 你見過之後 會有一些一見如故 這樣的感覺 所以 其實 Toby 和他的親生 爸爸 見面的時候 都 好像有一種一見如故 甚至是 有些少少超越了的關係 你會見到 這些 太細細的 讓大家自己看 但是 我覺得 不可以不說的 就是 這部戲裡面的 女主角 男主角還是女主角 真的 真的是女人 Felicity Hoffman 真的 霍真實的女性演員 這部戲裡面的演出 我覺得是 殊不容易 它自己本身 其實 如果你有看 你可以搜尋一下 Felicity Hoffman 一些照片 你會發現到 面部的線條 是比較硬 比較硬 如果化一個 粗一點的妝 真的可以令人 幾可憐 真的以為 這個人是否真的 變性人 對 而且 它也很仔細 大家會看到 一些很細微的動作 例如 不停地 幫自己 補裝 這些東西 都可以說 但是 將這個 變性人的 一個 的 舉動 是 表演得相當之出色 是 還有當然 還有壓低自己的聲音 來去演 壓低 和 偏向沙少少的喪音 其實這個 都幾大的 犧牲來 我覺得 但是 都相當之精彩 奉獻了一次 這麼好的演出 所以 這部戲 我覺得是絕對 適合 大家如果想 搜尋來 其實周圍都 我看到 還有點爛 因為 既然有些香港熱名 都很容易找的 這部戲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 這部 尋找他媽的故事 來看一下 好 今節 講完這部 之後 我們 頭兩節 都是講美國的 Transgender 不只是Transgender 這部戲 就是跨性別人士 用這個 好像比較 下一節 我們講一下 泰國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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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b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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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晚第三节浪气迷的时间 我们的头两节都在讲美国的跨性别者和变性人 我们今次就讲一下泰国的真人真事来的 我想大家都要听泰国的变成 我想都不会陌生的 泰国真的很出名 但是今次这个就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男人怎样靠打拳 令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呢 这一部呢就是属于这个2004年的美丽拳王 这部电影就根据这个泰国的拳手 叫做Long Tom的真实故事的改篇 Long Tom出生于清迈的一个乡村的家庭 这部电影就跟前面两部电影主角一样 都是有一个心理上高的刀戳 也是自小开始的 天生就没有什么男子的一份 叫做阳光的味道 反而是对于女性之味 充满着一些向往 看望自己是一个很喜欢鲜花 这些都是女性的想法 但可可思他的身是一个男儿身 甚至乎因为家人的缘故身不由己 去做小沙尼 但他又抵受不住自己喜欢涂脂抹粉 在偶尔的机会之下 遇上了这个泰拳 再被教练发掘了他的潜力 就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拳手 大家听下来都可能会觉得 变性和拳击都好像很难扯得起来的 很大对比 尤其是一个男子 有一伙女性的心 大家都要知道拳击 雷台是一个相当之腥风血雨的场地 又血泻又残暴等等 打死人是不用负责的 但刚好 None Tom 被赋予的不单止是 一伙温柔的心 但他也是有一份男性的勇敢 以及不轻然放弃的心态 为了什么呢 就是想把拳赛赢出的奖金 用来作为自己去做变性手术的费用 于是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这部泰国电影的节奏来说是比较放慢的 如果说起泰拳的电影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想起 Toney渣的了 应该都会 Toney渣的拳霸也是很硬桥硬马的动作片 但这部泰拳的电影反而有种韻味 还有像是未在 还有有一份叫 比较是沉静 如果对比动作片 证动作片来说是 将主人公Lone Tom的生命的历程 就用较优美的手法来展现出来 但这个船也算是简结 不是很累累的 甚至乎都有一些小幽默 但這些小幽默大多數都是外人對阿諾湯的一些 因為他在上台打拳之前 他是會塗脂抹粉的 這些都是被普羅的大眾 都是把他作為一個嘲笑的對象 我們今天講幾套戲 這套應該是唯一一套從小開始講起 有一個小朋友慢慢演化成一個想變性的成人 心路歷程的描寫方面相對來說是比較深入一點 剛才你說過一些處理上的手法 我反而覺得有些位置可能是 處理有些是快有些是慢 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即是你覺得不統一那個節奏 是的 也有一點位置我個人認為是太直白 有些畫面可以表達到 但他也是喜歡用一些對白去表達 但也會看到有一點虛實之間的切換 就是在電影裡面 例如None Tom會 幻覺會看到自己的小孩 小孩等等 即是在他最質疑自己的想做女人的這個決定 都會出現 那這樣處理得好不好 我覺得見仁見智的這件事真的好 因為如果有些比較上喜歡結構緊密的電影的觀眾來講 可能會覺得在聚事上也有一點斷層的感覺 但也幸好整個節奏都不算影響得太重要 還有聚事方面一開始 其實都是從一個訪問、一個interview去進入 OK